妈 你怎么怎么就那么想让我去当小白脸呢 当小白脸怎么了 这个吃晚饭要吃的香也是一种本事呀 总比跟那个扫把星过日子好 妈 初夏不是扫把星 他是咱家的福星 知不知道今天这个事要是没有初夏 咱家就完了 什么意思 你以为我哪个朋友一下都能拿出200万吗 他临初夏就能啊 今天这个钱还真就是初夏拿出来的 所以妈 你以后别再说初夏了行不行 高朗呀 你为了我这个媳妇都开始边瞎话糊弄你妈 你以为我老了糊涂了啊 他临初夏怎么可能能拿出这个钱 怎么能拿出200万 妈 初夏也是跟他朋友借的 这个钱还是得还的 就他 他还有这样的朋友 我才不信呢 你爱信不信 儿子呀 你实话跟我说 是不是哪个女富豪看上你了 咱家是不是要发达了 你假之不可理议我发现 好好好 就算是他临初夏借的 不过这个钱啊 是他借的 跟咱家可没关系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 我怎么样了 我说这话有错吗 他自己借的钱 他自己还 跟咱家有关系吗 行了吗 我不想再跟你说了 你好 你好 女士 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我找你们老板 不好意思 女士 我们老板不在 但是由我来负责这家店铺 您有什么需要可以跟我说 这个东西你们收吗 哦 这个是和田玉 看来你对这块玉挺熟悉的呀 昨天有位阿姨来这卖和田玉 大小跟您这个差不多 您在这等我去找我们老板 您稍等面客 真是抱歉 这位小姐 你是来变卖玉配的吗 你是来变卖玉配的吗 请坐 请坐 老板 你看看我这块玉值不值20万 抱歉 这位女士 这个玉配是假的 不值钱 如果说你真要想变卖的话 我给你一块钱 我当然知道它是假的 小姑娘 你是纯心来耍我们的吧 你还真是说对了 我还就是来耍你的 小姑娘 你要是来当东西的 我们欢迎 如果说你是来找茶的 今天你还就出不了这个门 你先别生气 今天我拿个假货过来 是我不对 但是 也是你们坑人在先的吧 你们这好歹也是家老子号的店 我相信 应该不会靠坑门拐骗赚钱的吧 我们做生意 靠的是诚信为本 至于您说的那种坑门拐骗 我们在这是不存在的 昨天 你是不是收到了和这个一模一样的玉配 那是我婆婆不懂事 拿到你这给卖了 但是 你们却只给了20万 还说不是坑人 这俗话说的好 终于打黄盖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我也没有强迫谁到我们这里来买卖物品 我们做生意 您愿意卖 我愿意买 至于多少钱 你们能接受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况且 钱已经到你们手了 就不好后悔了吧 没错 说的都对 我今天来 只是想赎回我的那块玉配 按照市场价格 我以三倍的价格赎回 我婆婆昨天从你这拿了20万 我以60万的价格赎回 我希望 你能把那块玉配给我 抱歉啊 那块玉配已经出手了 无法赎回了 那就没法谈了是吧 你愿意吃花生和瓜子 我这就随便给 来 小丁 过来招待一下这位小姐 既然如此的话 那就不要怪我不忍意了 管家 当铺的老板你认识吧 帮我处理一件事 林小姐 你留步 你留步 怎么了 我有眼不是太善 林小姐 你还是把你那块和天玉拿回去吧 现在让我拿回去 我可没钱呀 不是钱的问题 林小姐 你的东西我可不敢留呀 我还想完毕回照呢 老板 你这翻脸可比翻书还快呀 这帮吃了一样的东西 我要是不动点关系还真的无聊 你真以为我以下没有背景吗 林小姐 刚才的事 我诚恳地向你道歉 都是我们的不对 特别是我 态度不好 您大人不计 小人过 那你的意思是 我不用花大价钱就能买下来了 你看您说这话 当然不用了 谁要是要让林小姐花钱 我就揍她 如果我记忆力没错的话 这个话应该是你自己说的吧 我的错 我的错 行了 我也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 虽然说我婆婆拿这块玉啊 但你这店铺里当了 但是啊 你也知道这块玉的价值 你倒手就能卖个两翻百万 但是你却只给了二十万 是是是 这件事呢 都是我们的错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店铺就开始整改 保证啊 以后每一大生意 都保证顾客的利益 好吧 这次就算了 下不为例 你们把这块鱼给我了 我婆婆呢 从你们这里卖了二十万 这些天呀 就当你是给我保管了 给你们二十五万 千万别 林小姐 这些小数钱啊 我们能处理 再说了 我们怎么敢收林小姐您的钱呢 这样 不会太为难你吧 不会不会 怎么会呢 林小姐 你看一下 这就是那块何天玉 当时我们拿到的时候 就发现它价值很大 所以呢 小心翼翼的保管了 现在呢 算是物归原主了 请您检查一下 凤老板 多谢了 您客气了 林小姐 您慢走 林小姐 您慢走 以后有需要的 就到他店铺里来拿 老板 你怎么了 那个人是谁呀 为什么对他态度这么好 咱们背后可是有人啊 你懂个屁 我的生意啊 都是让你们这帮人给带坏的 上面的人都说了 以后咱们再对这个林小姐不敬 以后啊 都得吃不了 兜着走 你动动脑筋 好好想想 林小姐是什么人 以后他来了 先要通知我 他这个人 只能巴结 不能忤逆 要不然的话 咱们都得滚蛋 是是是 老婆 这不就是你那块玉吗 你该不会在大街上随便买个假的来哄我吧 哪能啊 这块玉啊 就是妈卖掉的那块 如果是真的 你是怎么熟回来的呀 这个不是很贵吗 你怎么还有钱呀 我呀 哎 这不是我卖的那块玉吗 怎么在你这 妈 你看看是初夏那块玉吗 看起来一模一样 可那块玉我卖了20万呢 丁初夏 你是不是在路边买了块假玉来糊弄我儿子 初夏 我妈说的是真的吗 老公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可是 我的傻儿子呀 这你还不明白吗 他指定是假的呀 唉 我早打听过了 要是想把这块玉赎回来啊 至少三倍的价格 三倍的价格呀 别说三倍的价格 就原价 你临初夏也没那么多钱啊 你可好 弄块假玉来糊弄我儿子 我看你啊 我看你啊 对我儿子也不是珍惜 这穷人啊 就是穷人 给 儿子啊 你好好想想 妈平日里跟你说的那些话 老公 我不会骗你呢 你相信我 我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咱们家 老婆 我相信你 但 你总得告诉我 这输回预配的钱 你从哪来的吧 这 这钱 我一分都没花 什么 一分钱没花 老婆 这可是几百万的东西 你就可以拿回来了 我没有怀疑你的意思啊 但 你真的没有必要骗我吧 老公 你先别生气 我真的没有骗你 其实我 其实什么 又是你那个朋友